初到二十六年唱红了几百首歌曲 说的呢就是任贤奇 他一开口绝对全场大合唱 只不过呢咱们小琪哥呢不仅能够唱啊 前不久他主演的电影《树大招风》呢 就入围了柏林电影节 还真是那句话 不想当导演的演员不是好歌手 各位新娱乐在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贤奇 新的一年又来到 祝福大家新年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好好先生任贤奇 许久没有新的音乐作品与歌迷见面了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心太软春天花会开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就足够了 随着歌曲的节奏左摇右摆 不仔细瞧 还真一点也看不出咱们小琪哥 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 近些年很少唱歌的他 把事业重金放在了演戏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主演的电影树大招风就入围了 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如此傲人的成绩 可是连许多专业演员也望而心叹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转变 我完全变成一个很飘悍的形象 你没有听错 一直唱着心太软的小琪哥 这次要完全颠覆自己 以往塑造的暖男形象 饰演一个90年代在香港地区 无恶不作的江阳大道 业绩欢 也难怪毕竟大家对小琪哥的印象 还停留在新任夏日的 摸摸茶这些电影里的好好人 但是小琪哥自己说了 这是本色出演 其实对我来讲 平时并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我是学体育的 运动在比赛对抗的时候 其实都会蛮武装自己的心理 还有就是会 会刻意去营造出杀气腾腾的外貌 或是那种杀气去振着你的对手 新运的就谢谢上海独家才同步到 这种杀气腾的对手